六岁女孩上街卖菜补贴家用 刚好看到商贩在教训 偷自己馒头的乞丐 见有人当冤大头 商贩这才不再计较 此刻乞丐深深记住了 这个对自己有恩的女孩 时间一转过了十年 春华意外进宫当了宫领 而此刻的她正令悬一线 只因在当知识不小心得罪 全是滔天的贵妃 眼看快被勒死时 汪植拿着圣旨及时赶到 此刻春华还没意识到 传说中凶狠的西长长崩 就是她当初好心救下的起来 原来就在一个时辰前 汪植为了救下命悬一线的春华 亲自向皇上要了人 就这样春华被赐给了汪植 成功逃脱了一劫 你放心 我向皇上要求你做对事 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为了能够救你 为了报你一门前之恩 得知自己屡次被救 都跟汪植有关 春华心中受不出的感动 可等到了洞房发主意 春华却害怕的瑟瑟发抖 只因汪植一直是个 无恶不作的人 本以为会受尽折磨 谁知汪植给服了对方尊重 让春华早点休息 就离开了房间 次日一早 汪植亲自准备了一桌子的菜 还不让对方做一点家务 此刻春华依然被宠成了小公主 汪植也没了在外人面前的灵力 有的只有无尽的温柔 看到春华吃的香 汪植满脸的幸福 不仅如此 这天春华只是有点不开心 细心的汪植就看出了不对劲 得知春华被同伴欺辱朝向 他直接上演了什么叫做宠妻狂魔 趁着岳飞风高 亲自派人将妻子的死对头给揍了一顿 让对方好好掌掌教训 本以为生活就这么继续下去 不料这天吃饭时 汪植突然看到春华和一旁的乐师 眼神不停地交汇 便猜测两人可能是有情 汪植见状并未发怒 反而发誓以后定要用真情打动他 看来情之一字果然让人沉醉 等到了深夜 春华想得心上人忍不住泪如雨下 看到汪植过来 春华立刻收敛了情绪 知道对方的窘迫 汪植立刻转移话题 让春华早些休息 等回到房间 汪植忍不住大醉了一场 他实在是没有自信 让春华清醒自己 我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才知道 我最需要的事 尽管我每天只能跟你见见面 跟你吃吃饭 说几句话 可我这已经很心爱 从大眼里 没什么好 春华文言纠结不已 他还没做好接受对方的准备 可他又不得不承认 汪植是对自己最好的人 便下定决心尝试着 从之前的感情中走出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